勇士那一条软啪啪 你以为潜勇吗? 他已经没有意识了吗? 看好了 哦!他挖破勇士钻进去了 不是潜勇吗?他这样逃跑顺便砸了勇士 还有能力重盖勇士吗? 答案是否定的 看他的皮已经皱褶 肚子里头也没有大便 当然没有能力重盖勇士 这种介于幼虫与潜勇之间的状态 我称之为假潜勇 咱挖甲虫最怕遇到这种状态 却误以为他是潜勇 误判是潜勇 没有处理 被惊吓到他无意识往下钻 再榨干体力 勇士又已经被挖爆 他会有好下场吗? 那我为什么叫他假潜勇? 可以改吗? 喂潜勇不行吗? 丧失潜勇 你潜勇 软潜勇 可以吗? 当然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我爽 假潜勇的特征是啥呢? 看一下这几只 幼虫 精神饱满 六脚会动 皮肤光滑 头会后痒 假潜勇 肚子没大便 六脚不会动 眉意识 皮肤皱褶 头会后痒 潜勇 肚子没大便 六脚不会动 眉意识 皮肤皱褶 头不会后痒 只要你观察到的潜勇 他会把头后痒23.5度 他就是假潜勇 只要你挖到的潜勇 他的头会单独的向后痒 那你就要提防咯 那一旦我们运气不好挖到了假潜勇 该如何解决呢? 很简单 不要挖就好了啊 很简单 准备干净罐子 扔进去 锁紧 看你怎么钻啊 然后呢 放到保湿环境 经过十天 摊平 成条 这下真的变成潜勇了 舒服的躺平了 进入潜勇状态 再放回去勇士 就可以 收工